大家好 今天咱们要学习Linux系统中的文件属性的一节 文件属性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千锋教育 千锋Linux学习营的QQ群是332868341 千锋Linux学习营QQ群332868341 然后这个是咱们千锋教育的官网 大家看一下有这么多学科非常的专业 今天咱们来学习的是云计算的专业 云计算 今天主要内容就是文件属性 文件属性 然后现在咱们看一下开始进入政客 现在所有的人在来看我们CT到TMP下 然后我把我的TMP现在清空 大家看一下我TMP下也没有东西了 然后我现在创建两个文件 再探知A.txt 然后再探知一个B.txt 当然了 其实这样的话是比较忙 其实完全可以这样 这样 假如说我创C.txt C.txt 这个时候这个文件就创出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现在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A.txt这个文件的文件属性 什么叫做文件属性 这看下RSA.txt 然后A.txt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属性都没有的 然后现在我对这个文件就可以进行正常的编辑及操作 可以进行正常的编辑及操作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现在看一下 现在我要给它加一个属性了 今天咱们主要学习两个属性 一个是A属性 一个是I属性 那么这个A属性和这个I属性有什么区别呢 咱们现在马上就去了解一下 然后现在在了解文件属性之前 先要学习一下这个从文件属性 我们看一下 echo1.1.1 假如说echo千锋11 然后一个大用号到A.txt 这时候我开了一下A.txt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A.txt里边的这个内容就是千锋11 然后这个时候 两个大用号 两个大用号继续追加 然后看一下A.txt 看两个前锋11 然后这个时候我把这两个大用号又换成一个大用号 echo前锋1回车 大家说一下这个时候我的A.txt A.txt应该是几个 有的人说三个不对 其实只有一个 A.txt 这就是一个大用号和两个大用号的区别 一个大用号是覆盖 两个大用号是追加 echo一个大用号是覆盖 两个大用号是追加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刚才已经说文件属性了 这个时候咱们给它加一个 咱们先学A属性 先学A属性 然后学习A属性的时候 这个时候咱们首先 ch.httr change attributes 我们要去加一个属性 加A属性空格 给哪个文件夹 给A.txt 这个时候我看一下 看一下A.txt 看一下A.txt 有什么属性 这时候有一个A属性 那么现在我对A.txt 就要进行一个操作了 咱们看一下 我这个时候呢 我对它进行一个什么操作呢 插入我随便写一个 假如说写一个前锋 你好 欢迎 欢迎啊 当然应该是welcome welcome 然后eic 那么号w加pill 保存并退出 wA 再看一下 Count open fail of writing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已经已经不让你 去保存了 已经不让你去保存了 Count open fail of writing 这个时候呢 Press enter or keep command to continue 回车键继续 这个时候你们发现了吗 咱们已经不能对这个文件进行修改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只能够until加探号回处 那有同学老师 那我加完A属性之后 我就不能对它修改了吗 答案当然是不对的了 那么怎么样对它进行修改呢 这个时候啊 咱们看一下 Lsattr Lsattr Lsattr呢 这个时候A属性 A属性 A.txt LsA属性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咱们 echo 前锋22 然后这个时候呢 两个大约号 两个大约号 然后这个时候呢 A.txt 这个时候 咱们再看一下A.txt 这个时候呢 前锋22 这个时候呢 就进来了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一个文件 只要加了A属性之后 它不能够对它在VM编辑器中进行修改 进行修改啊 并且只能够去追加 只能够去追加 它怎么样去追加呢 只能够用echo这个命令去追加 那么这个时候 比如说老师可以删除吗 咱们看一下 RM-IFA.txt 大家看 Count removeA.txt Operation not permitted 这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权限去删除它 没有权限去删除它 这个就是A属性 只能够追加 不能够去修改文件中的内容 其删除 这是A属性 然后现在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B.ts 然后现在我要给这个B.txt 去添加一个属性 怎么样去添加属性呢 C-H-A-T-T-R 风格加I属性 然后后边加这个文件名 然后这个时候呢 咱们 我直接就是把这个B.ts直接加上属性 我是不是对它这个文件不能进行修改 那么咱们先看一下B.txt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不是空内容 B.txt 这不是什么也没有 那么VIMB.txt 然后一回车 大家看一下 我随便写点东西 然后WQ 大家看 然后WQ 看 还是不可以保存 还是不可以保存啊 这个时候我已经加完了I属性 那有的时候老师A属性可以 Echo新内容追加进去呢 我这个I属性可以吗 这时候咱们试一下 Echo 然后说前锋 Cloud 前锋 云计算 然后这个时候想说两个代号B.txt Echo回车 大家看 Echo 加两个代号追加都不可以了 内容都不能修改了 那这时候可以删除吗 RM-RF B.txt 大家看 还是说 Count Remote B.txt Operation Not Permitted 什么意思就是说 他既不能够追加也不能够删除 那么这个文件属性的I属性 就是不能够对文件进行修改 追加也不可以啊 追加也可以 那么有同学说老师 那么这个文件我怎么样才能够 给他进行追加呢 追加一个新的内容 或者说我现在想对他进行一个修改呢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可以看 在lshtrB.txt 大家看 有一个I属性 那么这时候咱们就有 chhtrgib.tsd回车 而这个时候呢 在ls它I属性没了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vim的B.txt 随便写一个 假如说千锋cloud 这就可以修改了 这就是今天咱们要学习的内容 CHAtxtr加A属性和加I属性 去掉属性就是减A和减I属性 后边加文件名 后边加文件名 A属性只允许追加I属性 不允许修改 CHAtxtr加A属性 CHAtxtr加A属性